文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伯全 由今日起空降出任廣播處長 接替提早約半年假約離任的梁家榮 有港台員工穿黑衣抗議 今日離身的李伯全會見傳媒時表明 上任後最重要的工作是按港台約章辦事 並且發放準確和具權威性的資訊 他指出會確保港台編輯自主 也要履行編輯責任 以專業精神服務香港市民做好公共廣播 為公眾提供高質素的節目 發放準確和具權威性的資訊 李伯全又說會與團隊自細跟進 早前政府發表港台管制的檢討報告 他表明關心港台要有良好的企業管制 非常重視港台的內部運作 會致力於港台的員工培訓和發展 透過既定機制填補高層職位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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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